這要包青天嗎 開封又有個包青天 因為那個那個 周寅萬神裡面有開封符 就專門為包青天這部戲搭的一個景 就開封符 然後陳維銘他說這開封符晚上 會有人去喊 聖堂 對 冤枉啊 大人 好像直接在那邊開堂 然後而且都沒有人喔 就聽到聲音 聖堂 冤枉 可能以前那邊古代你就直接把它當作一個 一個訴訟的地方 剛剛有講到中英文化成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然後在2005年的時候 有一個國際大導演嗎 叫馬丁斯科西斯 好難念的名字 馬丁斯科西斯 太難念了 會不會是法國人 然後反正他就到那邊拍沉默這部電影 然後那時候就是拍的時候 胡玉錦就是有三個高人被那個木結構 因為他們 古蹟 對 就是 片長什麼的 木結構 啪 就倒下來 然後造成一絲兩絲 然後然後之後就是可能有人會看到一些 都不趕熱了 有一個跑龍套的演員 然後他有一次去做一部花車 然後他遇到一個大明星想不到很早 然後造完之後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啊 要去洗 然後洗出來之後 看到有一個穿著古裝的人 站在那個大明星的後面 這個大明星後來發生車禍 很嚴重 還有一個男演員 他去找尹瓦人拍戲 然後趁拍戲的空檔 因為很累想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聽到 碎碎 然後聽到有一個人幫他吹琴 就是 好像吹琴 然後吹琴 他就越吹越強 越吹越強 然後想到他醒來之後 欸看都沒有人喔 然後拍戲啊 然後拍一拍 欸忽然發生意外 然後還發生什麼 所以在這裡 發生很多事情 馬拉天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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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歷經的節目 反正他們那一天就是在 那一天是清明節 然後他們就是在拍一集叫什麼 猛鬼 CAMERA 的鬼 反正就是講鬼故事的 的主題 然後他就一直聽到後面有人 就一直傳出聲音 可是 然後他就 因為聲音一直持續 然後他就提醒 後面的人 公主不要吵 對 就是說 反正後來工作人員就說 後面根本沒有人啊 第一次忍住了 第二次我就講說 不要出聲喔 還在錄影 你知道 他們跟我講說後面沒人 我真心的不相信 馬上跳下來到後面去看 沒有人 固定路 道士 然後就突然看向一個某個角落 然後你請問他說你們在看什麼 那邊有什麼東西嗎 然後就說那邊 右邊那個柱子旁邊有在路人 很會 他就要不相信 對 你沒有人 他就要不相信 但他就要不相信 歡迎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現在的女人 我最大 今天大師呢 要介紹我們呢 有一些些單品 聽說呢 到2017年會紅了爆 秒燒 都到幻董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麼厲害呢 悠曲老师 秒伤 头到换斗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的 悠曲老师 秒伤 头到换斗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的 悠曲老师 觉得他们去跟国外调了 Swaloski的水砖 更多人能在一起 你会说 你会给国外调示 想录音室的角落 大家去仔細聽喔 2分20秒 忽然有個小女生 哀怨聲音喊 歌 百聽不厭 然後換一聽 接著怎麼有個不掉歌 然後就寫出來大家都回應 然後再來是孫燕姿 我想這部MV 在1分38秒 會聽到一個女生說謝謝 再來是羅智翔大家知道羅智翔嗎 現在大家都不喜歡羅智翔 但是沒關係 這個人很敏感 這個先不管他的風評 我們先看他的MV叫我不會唱歌 這首歌 就是他會出現一個聲音 然後小豬知道這個消息 大家網友回應給他 小豬說對 他那時候回想之後就是 錄音的時候啊 常常在那一段時間就擋著 就是 明明對我唱 然後聲音沒有進去 然後一直重複錄好幾次 好接下來還有一個更恐怖的章魚 大家知道嗎 章魚是一個很有名的歌手 對不對 不知道 不是我是年代 是我爸那個年代 魚一一三 沒禮貌 反正有一次一個晚上 他沒有來醒 然後他就去機場接一個 美國剛回來的一個 一個台灣的專輯唱片歌手 反正他們就從馬門趕到錄音室 然後那時候大概半夜12點吧 要錄音 對 然後他走到錄音室 因空是坐在錄音室旁邊的時候 那個美國回來的歌手已經進去裡面 要準備錄音了 然後他就隨手關掉那個裡面的燈光 可能想說這樣比較可以進入那個氛圍 對 對 然後 其實這樣超恐怖的 對啊他為什麼有敢啊 藝人啊 所以因為燈光掉 他們就只能透過麥克風去溝通 因為看不到人 一開始就是很順利 都錄一切錄的超順利 然後好像才十分鐘啊 就錄完 對就錄完 然後他就說叫他出來吧 OK很OK這樣 他叫他出來之後裡面完全沒有回應 嗯 然後就趕快打開錄音室的門 就叫他趕快出來 一開燈 他就把燈打開 那個歌手還坐在一上 就是在準備 還在準備 還在準備 還沒唱 欸 那剛剛是十分鐘 所以不知道他剛剛是誰在唱 然後大家就是 問號 超級問號 然後 就超級 就是聲音寶就從哪裡來 所以他都還沒唱他在幹嘛 他在準備 他就等那個通知啊 喔他等到外面說OK啦 對就是拍市場這樣 哇靠 因為我是讀建築系 然後就是常常在學校工作室忙到半夜 然後那一天我可能隔天要騎車出去哪裡 凡事什麼的 反正那一天我就是忙到半夜兩三個 然後我就 在學校是不是 然後我在學校 然後我摩托車也停學校停車場 然後我忙到兩三點我就下去 要騎車先 停回我家 那巷口這樣 這樣明天比較方便 只有 那時候我下來去停車場 我就看到那個 停車場有個地方就是 燈一閃一閃 然後我就不知道哪個想法 就是 去拍那個影片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錄了大概五分鐘十分鐘 然後就突然聽到同學 是從後面的聲音還是從旁邊 就旁邊有個聲音 可是那個聲音我也不太確定是 真的聲音還是 就你的心裡的聲音 心裡的聲音 就是 那你有回頭看的人嗎 有啊我就看旁邊沒有人啊 然後我就瞬間定住 因為我幾個我拍一拍我會裝鎮定 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 你就是嚇死到傻了 我真的是要殺人然後 所以那時候也沒趕快跑 我那時候還沒趕快跑 因為我還沒錄完 我還把他錄完 然後打了字 我才走 上船 你現在是要走 對我還要上門出去我才走 我就那段時間我就在裝鎮定 然後就趕快 喔你裝都沒聽到 我就裝作沒事沒事沒事 反正你應該沒有要對我怎麼樣 然後就趕快衝回去 騎車衝回去 然後就我問我一進 luego 結果我姊說他有沒有跟我們回來 因兀我妹有告訴我 最后一次看到她高中的時候 然後他現在 他現在也看不太到 他現在好像很久沒有看到 然後我妹就回好走 我知道她讓她很尷尬 因為萬一 萬一 就她講友的話 他不是說她看得到了嗎 好死 所以後來這樣 所以他跟著你了啦 我不知道啦 是怎麼說的事情 前陣子啊 我在忙畢業的時候 就是我今年一月多的時候 我跟我同學去香港 然後我們玩 我跟我同學就住Airbnb 香港 那一天晚上 睡了一天晚上我就 夢到 然後 很晚 我看到 夢到我自己躺在那個房間的床上 蛤 妳靈魂出笑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 我先看到 我自己躺在那個床上 然後下一秒就回到我自己的那個身體 然後我就感覺身體 涼涼的動 有涼涼的感覺 然後一直往外面 跑 飄走那種感覺 然後 然後飄 那涼涼的感覺出去之後 我就聽到耳朵旁邊揣一個身體 為什麼 他沒有要傷害我 一直他只是想要借用我的身體 然後從那天 天啊 超冷的 她是講粵語還是講 我一點忘記是台語還是 她講台語 還是國語 她台灣人的 但是我聽得懂 我忘記 我忘記是台語還是國語 借用我的身體 天啊 然後 怎麼可以 然後 然後我從那一天之後就 身體有點不舒服 因為鬼上身是不是 到回台灣 然後 然後回來剛好 遇到過年 然後我就一直 不舒服 反正就過年 我就回來阿嬤家 然後順便去廟裡 拜拜 請她 請她 把她幹什麼 然後 都還沒有 到 天啊 到初四 初五我回台北 回外部家 還在不舒服 然後反正我那時候就有在廟裡 跟那個 神明求一些平安補 是男男女的 女的 然後 天啊 阿你朋友怎麼沒遇到 怎麼是你 我也不知道啊 你們兩個是睡在一起還是 各 不同房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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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好 就是變好 是有一天我回回家 然後 然後 那時候早上 還在中午在睡覺 睡到中午 然後我就在夢裡面 聽到我家樓下 因為我家樓下 我家樓下有一間 叫駐村獎局 廟的廟 嗯 然後 他有時候會有靜香團 在那個馬路上 你知道嗎 嗯 然後我就夢到 樓下有在放鞭炮 跟吹那個 索娜的聲音 喔 有點像是那種 我們現在 媽祝櫃 就是繞鏡啊 我們一直敲羅大谷 那種放鞭炮 然後 然後 我就夢到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我就立刻 我妹說 今天樓下有靜香嗎 嗯 放鞭炮 他說沒有 然後 然後從 夢到那個之後 我就不太是好 我如果嚇到我爸媽 就會帶我去給 一個阿嬤收金 憲勾嗎 就一個阿嬤 嗯 喝福 可是我已經真的超久沒有去收金 然後我就想到 然後想說如果幾月幾號之前 再續一次 如果 如果妳 我就跟他說 我就讓妳 在我身邊到幾月幾號 喔 真的喔 如果 就這段時間妳要幹嘛 妳要用我的身體幹嘛都可以 可是 反正那一天到了 我就會去收金 聽不到妳還跟他講話了 因為我就覺得他 他其實也沒有要 他要傷害我一時阿 因為 他應該只是可能有些事沒有去做到 他想要完成什麼 而且這要讓我想到 因為這件事情就讓我想到 我小時候 有去畫室學畫畫 對 然後那個畫室老師就有跟我說過 我是一張名人 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講他就說 我就是 在他們 就是眼中 就是一根很亮的東西 就是大家都會聚集過來 就是找我幫忙或是幹嘛這樣 所以妳有陰陽眼嗎 我沒有陰陽眼 但是我沒看到 喔妳沒看到 笑死 喔 我覺得我越大越 印證了這些 這句話 就是 好像真的是 而且其實我看這個 我都不太敢自己更亮 就是 是 是喔 其實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我一個人收集信念 我覺得蠻恐怖的 因為這其實都是真實 然後 就是我其實 所以我才 不敢 看得太